金刚经教我们做什么 望有缘看到这个视频的朋友都能随喜订阅人间修行录频道 点赞并转发本视频 让更多的有缘人加入修行的队伍 就是成就不可思议的法不失功德 大家知道我们讲金刚经 金刚经教我们做什么呀 教我们不要执着 但是我们的心啊 非要执着不可 哀 特别怪 例如说 有几个问题 大家请我解释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叫你不要生心吗 叫你不执着 不注色生心 不注生 香 胃 处 把生心 你心还能生吗 那就叫无生吗 就是让你不生 无生才无灭 所以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就是不生 知道吧 不注色生心 不注生 香 味 醋 法生心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什么都不执着 你什么都不执着了 这个心还怎么生 这是指着忘心说的 咱们待在禅堂里头 不是经常扳手师父给我们讲开事 狂心顿歇 歇吉菩提 我们那狂妄的心啊 一时不停 总是要攀圆 要有点执着 当你一切都无所助的时候而生其心 就告诉你不生心啊 不用文字言说 你不要瞎想 就这么勾画 在禅堂用功的时候 一进禅堂里头 师父 为那师告诉你了 身心放下 当要做功夫的时候 香板一达 让你放下 什么都不要执着 经上说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你既然是无助了 你心不生了 这叫无生 无生了也就无灭了 因为有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 要我多一点解释告诉你 我像 人像 众生像 受者像都没有 你解释什么呢 还要多解释吗 越多解释你越生心 这是虚妄的心 咱们众生心就是放不下 特别我们在禅堂用功 告诉你了 这是选佛场 怎么样能成佛 心空即地归 你必须得先把心空掉 但是众生心呢 总要捞摸点东西 总要执着点东西 你给他把镜夺了 金刚经说夺镜 一切镜都给他消灭掉 薄镜你心生不起来了 就是让你不生啊 多一点解释你就糊涂了 越解释多了就越糊涂 咱们学禅的人 禅门一支香 这柱香点起 在那一座 顿超直入 立正菩提 但有言说 都无实意 是灭断言说的 我们第一句话 请诸位师父参话头 参过没有啊 当你没说话 前头是什么 话头话头啊 当你一说出就是话尾巴了 就不是话头了 还什么话头呢 参话头就是让你达到无言说 当你没说话的前头 你参吧 是什么 这是疾风啊 当你说出来 就没有实意了 你参话头是什么 就要你不生心 不动念 当你一起念 一生心就不是话头了 一生心就动念了 就是话尾巴了 那还叫什么话头呢 就像我们另一种说法 也是跟这个意义是一样的 父母未生之前的 谁是我呀 就是我爸爸 我妈妈没生我之前 我在哪里呀 这是第一个参的 生我之后我是谁 你有这个肉体了 瘦了生之后了 就是说我在哪里呀 我到底是谁 谁是我 我是谁 因此呢 金刚经世起是什么 让你离言说 不要起心动念 言语道断 言语这条道路啊 断绝了 没有 心情触灭 心理的思想 心识的运转 没有了 灭就是没有了 咱们要纠正一个什么东西 古人告诉我们 越描越黑 你不说还好一点 越说是非越多 给他截止 不说了 没有了 所以咱这修缠的人 言语道断 离开语言 心情触灭 心什么思想都没有 心的运动停下来了 没有心